offspring 關懷全球開拓視野 字幕cri 關懷全球開拓視野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愛全球視野 讓大愛帶您認識全世界 我是趙富昌 今天有兩個政治議題和兩個文化議題值得探討 沙烏地阿拉伯為什麼拒絕非常任理事國的位置 而盧森堡大選之後政局發展如何 接著我們再來談談雪梨歌劇院的故事 以及波士尼亞的世界遺產古橋 首先我們來探討沙烏地阿拉伯和聯合國的關係 聯合國大會在前幾天選出了沙烏地阿拉伯和其他四個國家 來擔任2014年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 但是沙烏地阿拉伯竟然拒絕了這項任命 原因是沙烏地阿拉伯對聯合國安理會 處理尾巴問題和敘利亞問題成效不彰表示不滿 不過就非常任理事國的位置而言 沙烏地阿拉伯拒絕的這個職位實在有點可惜 因為聯合國這麼大會員國這麼多 就只有四個國家才有機會擔任非常任理事國 機會實在難得 再說安理會是聯合國的決策核心 地位相當重要 誰能夠進入安理會 誰的國際影響力就會增加 根據聯合國的規定 安理會是維持國際和平和國際安全的機構 也是唯一有權力採取強勢行動解決國際衝突的機構 安理會共有15個成員 其中有五個常任理事國 由美、二、英、法、中等五大強權擔任 其他四個成員為非常任理事國 有聯合國大會按照地域分配原則 從歐、亞、非、拉丁美洲等地區 選出一到三個國家出任非常任理事國 任期兩年 每年改選五個國家 在決策時 每個理事會各有一票 所有程序問題 只要九票通過即可 常任理事國沒有否決權 但是有關實質問題 例如國際制裁、軍事干預等等 九票當中 一定要包括五大常任理事國才算通過 換句話說 五大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 這也是聯合國特殊的大國一致原則 俄羅斯在處理敘利亞問題的時候 就常常利用這項否決權 阻擋了美、英、法制裁敘利亞政府的提案 使得阿塞德能夠逢兇化旗 索尼瑞尼亞176 聯合國大會上中東大國沙烏地亞拉伯 首次當上安理會理事國 會後沙國代表一臉喜滋滋 與各國外交官握手道謝 然而消息傳回國內 官方答覆卻令人錯愕 從當選到拒絕接受不到24小時 沙烏地阿拉伯的態度急劇改變 沙烏地阿拉伯指責安理會 花了65年 巴勒斯坦問題仍舊無法善了 導致戰爭爆發威脅全球和平 另外就敘利亞問題 沙烏地強烈批判 聯合國做事阿塞德政權 以化學武器殺害自己人民 沒有額外施加任何制裁 聯合國安理會設有五個常任理事國 以及十個非常任理事國 常任理事國永恆不變 至於非常任理事國 每次任期兩年 而且每年改選一半 每一個理事國擁有一票 來表決關於國際和平安全的重要議題 如果碰到程序問題 比方決定會議時間地點 與會對象等等 需要十五個理事國中 至少九國的贊成 其他議題犯成實質問題 不僅需要九國投下同意票 而且五個常任理事國 美英、法、中、俄 都必須贊成才能通過決議案 這項專屬於五強的權力 被稱為否決權 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 使得聯合國想要制裁敘利亞 可能性微乎其為 因為五強中的俄羅斯 是阿塞德政權最堅實的盟友 西方國家只要在安理會提遣責案 最終都會被擋下來 俄國刻意阻攔 加上與美國的中東政策 意見相左 使得沙烏地不願意進入安理會 敘利亞政府成功避免軍事制裁 掌握內戰優勢 逼使反抗軍使用越來越殘酷的手段 阻止政府軍推進 在中部城鎮哈馬 反抗軍裡面的凱達分子 發動汽車炸彈攻擊 爆炸瞬間 煙臣直衝雲霄 緊接著槍炮聲大作 反抗軍的攻擊引爆另一輛輸油貨車 造成連鎖爆炸 事發現場幾乎化為焦土 日前阿拉伯聯盟敲定 11月23號將在瑞士日內瓦 舉辦敘利亞和平談判 不過阿蒙繼聯合國特使布拉西米表示 如果沒有適合的反對派代表參加 會談將不會舉行 政治解決乍線曙光 交戰各方卻不願率先停戰 敘利亞內戰難解 未來發展如何 仍充斥太多不確定性 阿拉伯聯盟打算在11月底 在日內瓦舉行敘利亞和平會議 能不能成功 值得我們觀察 好 接下來我們把焦點 轉移到歐洲 來看看盧森堡的國會大選 盧森堡是歐洲僅存的大公國 土地面積大約只有2600平方公里 只有台灣的十五分之一大 因此觀光規模不大 但是盧森堡竟然是歐盟最富有的國家 引起大家的好奇 其實盧森堡地理位置夾在德國 法國和比利時之間 因此境內53萬人口 都會說上三種以上的語言 就是這種語言優勢讓盧森堡成為歐洲媒體王國和銀行重政 再加上盧森堡施行銀行保命制度 因此吸收了大量的黑錢 成為外國富豪的避稅天堂 盧森堡新生的金融業 幾乎可以看瑞士相提兵論 11月20號的國會大選 又是榮科擁渴的天下 榮科是歐洲在位最久的政府首長 曾經擔任18年的總理 他是政壇上的長青術 也是一位長勝將軍 除此之外 榮科也是一位重量級的歐洲人物 他從2005到2013年 擔任了8年的歐元集團主席 主導歐元區17國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的討論 1997年和2005年 榮科更以盧森堡總理的身份 擔任兩任的歐洲高峰會主席 主導歐洲統合政策的發展 這些國內和歐洲層面的輝煌成就 都讓榮科渴望再度領導盧森堡政府 但是這次選舉 算是有史以來最不光彩的一次 榮科所屬的政黨 少得三個席位 而且也有不少年輕選民 不喜歡這個老面孔 除此之外 榮科個人所涉及的非法盡聽弊端 以及重視歐債問題 疏忽國內事務的批評 都是很大的包袱 要如何重建領導信心 是很大的考驗 眾人的簇擁下 歐洲盧森堡大公國的總理榮科 走上講台 對這次基督教社會黨的國會選舉勝利 發表感言 十月二十號晚間 盧森堡的國會選舉結果出爐 第一大黨依舊是由基督教社會黨取得 得票率來看 基督教社會黨可以取得國會六十席當中的二十三席 緊追在後的則是社會主義工人黨與民主黨 各占十三席 綠黨占六席 其餘五席有兩個小黨獲得 第二大黨 社會主義工人黨 雖然選舉結果不差 但還是難掩失望 這麼說是有原因的 基督教社會黨最近醜聞纏身 雖然保住第一大黨 但是得票率從2009年38%降到剩下33.4% 是自1999年以來最低的一次 也是總理榮科的政治生涯大挑戰 盧森堡總理榮科是歐洲在位最久的領袖 榮科在位的18年內 他極力推動歐洲一體化政策 2005年到2013年初 擔任歐元集團主席 也在穩定歐債風暴中扮演重要角色 2013年1月 榮科辭去歐元集團主席的工作 外界認為這位歐洲政壇老將 很可能接著角逐歐洲議會領袖時 卻爆發了情報局醜聞案件 國會調查發現 盧森堡情報局從2003年到2009年間 針對企業與個人 共建立了13000個秘密檔案 還非法監聽企業領袖 情報局還以一成的仲介費 協助俄羅斯的富豪 收買西班牙間諜 或是在大眾運輸的採購案中 賺取差價 情報局濫用職權的問題事關重大 但榮科在2008年時發現 並沒有做出處置 事件爆發後 聯合政府中的社會主義工人黨 分而退出政府組織以示抗議 迫使盧森堡國王宣布 國會提早改選 民間也認為他將大部分的精力放在歐債問題 嚴重忽略國內政治 但即使如此 大選前榮科的支持率還是高達七成 因為盧森堡目前面臨轉型 存亡危機之際 老面孔加上經濟專長 還是讓榮科得到愛戴 盧森堡 土地面積只有台灣的十五分之一 受到德國 法國與比利時包圍 歷史上時常遭受不同國家佔領 但依舊維持他們自己的語言與文化 盧森堡以兼容病序的特色 專心發展銀行業 原本他也是中立國 但在二戰後加入歐盟 即使加入歐盟 盧森堡並沒有受到歐盟成員國 共享跨境銀行賬戶資料的規定 所以國內銀行業的保密政策 依舊嚴謹 造成大量的非法資金流入 這次的歐盟經濟財政委員會 就特別針對銀行提點系統做出檢討 盧森堡態度積極 榮科宣布將在2015年 加入國際銀行賬戶資料 自動交換系統 國際盧森堡銀行大部分的客戶 來自存款不超過百萬的外國散戶 這些外國的散戶 很可能會因為盧森堡放棄銀行保密 加上很多國家都有 認罪減免罰則的政策 這些客源很可能會大量流失 盧森堡未來將轉而專注在 存款超過兩三千萬的頂級客戶上 但是瑞士早已經是這類商品的大宗國 加上亞洲的新加坡 香港继而崛起 這些國家在2014年預估的財務管理收入 成長率都高於盧森堡 盧森堡優勢不在 預計將有120家私人銀行面臨倒閉 不過盧森堡人口只有53萬人 原本的金融體系也健全 目前政策也朝向讓銀行併購來發展 加上中國預計在盧森堡開設兩家銀行 未來對於人民幣的財務管理 盧森堡很有信心成為歐洲的中心 榮科宣布要從2015年放棄銀行保密制度 這是很大的決心 就等於是要把盧森堡的經濟母放掉 盧森堡的經濟會不會因此往下滑 值得我們觀察 接著我們來談談澳洲雪梨割劇院 雪梨割劇院是澳洲最著名的地標 每年的跨年煙火都令人探回觀止 不過除了煙火之外 也許各位觀眾還不知道 這座漂亮的割劇院和丹麥有很大的關係 在40年前 雪梨政府公開招標設計圖 一位丹麥設計師竟然雀屏中雪 雪梨割劇院蓋了14年才落成 獨特的設計被譽為人類創造力的傑作 2007年更獲得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的殊榮 所以這可以說是丹麥送給澳洲最好的禮物 不過澳洲也回贈了一個大禮給丹麥 那就是當今的瑪莉王妃 她是澳洲人 2004年嫁給丹麥王儲 斐特德里克生了4個小孩 還被選為全球十大最美王妃 現在澳洲人正在熱烈慶祝 雪梨歌劇院40周年 精彩的音樂節目和煙火秀讓人回味無窮 色彩繽紛鮮豔的巨型杯子蛋糕配上煙火蠟燭 還有澳洲著名搖滾歌手吉米巴恩斯現場助陣 現唱一首生日快樂歌 歡迎雪梨歌劇院落成40歲生日 就在一片歡笑中隆重節目 配合主角雪梨歌劇院身為澳洲著名地標 點綴澳洲特色自然少不了 主辦單位別出心裁 請來活潑陽光的海灘救生員到現場 充當小幫手發送蛋糕 一系列精彩節目還有澳洲原住民 帶來的歌舞表演和傳統儀式舉行 為歌劇院祈福 讓現場數千位民眾近距離感受澳洲文化之美 我都看過電視上 我必須說 在實際上是超級有關的 這是西德尼哈佛 這是澳洲人的一部分 我們非常驚訝 許利歌劇院世界著名表演藝術中心 每年舉辦大約2000個表演節目 吸引至少800萬遊客造訪 2007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為世界遺產 堪稱是20世紀最有特色的建築之一 白色傳版建築 坐落在雪梨港的便利狼角 一旁就是雪梨港灣大橋 當初政府興建雪梨歌劇院 可說是引起熱烈迴響 吸引全球28國的233項設計 爭相進竹 1957年丹麥設計師約恩烏松 以拋物線切割出立體 山形的靈感來源 拔得頭籌 歷史14年光景 市值1億200萬澳幣 折合新台幣大約是29億 1973年 雪梨歌劇院在英國女王 伊麗莎白二世的加持下 正式開幕 雪梨歌劇院從此成為烏松的代表作 更為他在2003年贏得普利茨克建築獎 烏松在2008年因為心臟病發逝世 世紀理念向來大膽前衛 從他不少得意名作當中可以略虧一二 這一座於1976年完工的丹麥包格法教堂 遠看外觀就像一座工廠 和傳統教堂形成強烈對比 簡潔明亮的內觀更是展現一般教堂 少有的樸實乾淨 1982年完工的科威特國民議會 同樣是純白的流線外觀 相當具有現代感 內部設計隆重卻不失莊嚴 烏松的設計理念雖然跳脫框架 設計獨樹一格 但是在雪梨歌劇院興建過程中 數度和新政府鬧翻 加上開支嚴重超出預算 引起許多爭議 烏松在1966年被迫辭去總設計師職位 從此不願再踏上澳洲土地 許梨歌劇院也比預計完工時間 足足晚了十年 我們今天在祝福的家庭的身份 在祝福的家庭的身份 在祝福的家庭的身份 祝福的家庭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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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盼未來繼續伴隨民眾 走過下個四十年 澳洲和丹麥 一個在南半球 一個在北半球 地理相隔遙遠 但卻有其他國家 所沒有的奇特緣分 兩個國家相互把最美麗的寶物 獻給了對方 讓世人傳為佳話 最後我們來談談 德里納和尚的橋 這座橋位在波斯尼亞東部 是十六世紀 奧圖曼帝國時期的古蹟 橋樑有十一個拱形橋墩 每步生收 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作家安德里奇 就是以這座橋為小說題材 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但是隨著水壩的清建和年久失修 使得這座結合文學和歷史的大橋 逐漸失去光彩 真是有點可惜 造型優美的橋樑 清澈見底的河水 波士尼亞德里納河上的這座橋 可是大有來頭 這座橋樑 這座橋樑 為在波士尼亞東部的 維謝格拉德 建造於16世紀 全長179.5公尺 總共有11個磚石打造的美麗拱形橋墩 是最著名的特點 這是厄土曼帝國時期保留最好的古蹟之一 還曾經被文學家安德里奇 當成小書題材 寫成《德里納河上的橋》這本書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在200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也是波士尼亞當局最驕傲的文化遺產之一 沒有在波士尼亞和尼亞沒有一個軟件 沒有製造工具 沒有建設工具 沒有任何的意義 沒有任何環節 沒有任何環節 我們有的東西是文化 它會產生健康 這是水 這是景色 這是文化的 這次是文化的 國際珍貴不容破壞 博士尼亞當局在2003年禁止橋上通車 但是上下有两座水坝的施工 水流受到影响 最近这几年 桥梁的损坏程度加剧 为了能够让大桥保持最佳状态 土耳其跨国援助 提供五百万欧元将近两亿台币 协助修复维护工程 预计2014年完工 让这座德里纳河上的大桥 能和诺贝尔文学家笔下的居住一样 永垂不朽 全球视野每天给你不同观点 全新感受掌握世界脉动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